上星期,我們已經一步一步揭示 原來今次的旅程中,神是將一連串複雜的啟示 以共同信息的方式向日華牧師揭示 當中,不單包括綻放,還有一連 全威牧師事件,Kobe Bryant,甚至是全城 並且於旅程中,是更進一步 二五年前由日華牧師錄製的Project Pegasus 呼應今次次恩的Project Pegasus 並且於拍攝小獅子的Project Pegasus 更加出現加拿大的共同信息人證 包括次恩於香港時間7月7日 參觀日華牧師當年位於加拿大梭士巴黎 Saucebury的宿舍的時候 在同一日,香港就有23萬名黑衣人示威者 以梭士巴黎道作為遊行示威的起點 對照同一個年紀的兩班年輕人 他們於人生道上自然不同的選擇 就好像是相似一樣 一個選擇生命,一個選擇死亡 而同一日,亦是1995年 即是24年前 日華牧師經歷加拿大威士納事件之後 返回香港的日期 我們重複這一段共同信息 原因我們當然知道 這個是神超然的印證 一日都無偏差 因為次恩於人生中 是首次踏足加拿大 而日華牧師 亦是於同一日離開加拿大 然而 當這些共同信息串連起來的時候 我們又有沒有盡自己的責任 就是於神的作為中 貴立和推理出 神希望與我們溝通的信息呢 也就是說 神製造這些超然的共同信息 目的又是什麼呢 從次恩接觸日華牧師 於同一日回到加拿大 以及兩次相隔五年的Project Hegasus 明顯地 神是為了塑造和凸顯出全城這個題目 就是神交給日華牧師的事奉和工作 將會由次恩所代表的下一代繼續 原因 兩人相隔二十四年 與同一日身處加拿大 一個是離開 一個是到達 明顯地 當中的信息 由下一代去全城日華牧師 離開加拿大之後 未完成的工作 並且 於這兩次相隔五年的Project Pegasus當中 香港亦發生了兩件相隔大約五年的大事 就是於2014年所發生的 黃絲帶佔中運動 以及2019年的 反送中黑衣人運動 而這兩件事 在時間上 亦發生於兩個Project Pegasus的時間 我們現在知道 佔中運動 是因著過往香港社會對於石安的迫白 因而引動了神的審判 當中不但讓上一代的香港人受害 並且 他們也永遠失去他們的下一代 而今次的反送中運動 是另一波更大的審判和動亂 然而黑衣人的出現 正正是於石安就被Project Pegasus的那段時間 才開始慢慢成形 正如7月7日 石安於加拿大的時候 才出現第一次九龍區的大遊行 年輕人才慢慢開始全身黑衣人的打扮 成為對抗政府的主力 所以第二次的審判 就好像是隨著石安的成長而出現 因著石安行在神的步伐中 從而引動神的回應 當我們繼續分析下去 從神的共同信息中 我們已經分不清 黑衣人事件和現在肺炎事件的審判 究竟是入華牧師所導致 還是石安所導致 因為當中也有使用入華牧師的共同信息 所以應該是兩者混合出來的果效 於是就有著指向入華牧師 以及石安的共同信息 在同時間出現 然而這個是神黑以為之 讓人分不清 因為於環球影城的車牌中 有著眾多十九的共同信息 但今年同時也是石安十九歲的生日 這樣於新加坡 十九這個共同信息數字 究竟是神指向入華牧師九月一日生日 還是石安十九歲的生日 這個已經分不清楚 因為他們兩人都於同一時間 在新加坡的環球影城出現 這就證明神是刻意為之 會要說明神認同這個是同一個事奉 只不過日華牧師和石安分別代表上下兩部分 正如武漢肺炎和成全兩者是同時間發生 當中敢包括Covid Bryan的離世 這些信息也是與次恩的成全 亦就是Project Pegasus有關 從這個角度去理解 我們就會明白到 既然神第一次審判 是為著證明石安行在神的計劃中 這樣第二次的審判 同樣也是為著恩徵石安 只不過第二次是牽涉此恩與他有關聯 也就是說這個共同信息是為著讓我們明白到 神同意了這個事奉和呼召 然後同時產生出這個審判 亦就是恩徵成全的信息 因為7月7日 除了在日華牧師離開加拿大 與基利安分裂的日子 同時間 亦是第二個Project Pegasus拍攝的日子 也就是說 於第二個Project Pegasus拍攝的同時 亦是香港遊行 與同一條梳士巴黎道 對香港的年輕人展開四碼審判 很明顯 神的信息讓我們知道 他又以用這種方法去印證 並且告訴我們 於今時今日與時並進的事情 其實是來自我們的事奉 包括成全的事奉 會一直繼續下去 而審判也會因著這些事情 而不斷繼續發生 並且 這個對於世界的審判 更是有憎無減 一直延續到現在 由上一年夏天的反送中運動 都有論上武漢肺炎的礦山 這些全部都是神跡在審判全世界 去印證全城的訊息 尤其是人 通常之內